小车说 一年来他租住在杭州九宝兰桥名院北区 最近工作调动 9月25号他在搬家 小车说 当天请了朋友帮忙 打包后先搬下来两箱 放在单元楼门口地面上 之后就跟朋友去吃午饭了 半小时后返回 没有检查 放在单元楼前的物品 就直接上楼陆续搬下几箱东西后离开 我是晚上清点树木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贵重的行 那个打包箱丢掉了 打包箱大概是40公分 然后是一个正方体的一个瓦轮纸箱 里面有我的钱包 各种各样的证件 一些电子设备 还有我的黄金首饰 应该是有一部手机的吧 我记得 银行卡 然后还有我的什么学历证明之类的这些东西 小车表示 第二天报警后 去屋页看过监控 当时我看监控12点32分左右的时候 隔壁的那个人他就是过来翻了我的箱子里面 确认了我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搬走了 那当时你人在哪里 我还在吃饭 监控稍微有些远 能看到有人在单元楼门口弯腰搬起纸箱 之后朝别的方向走去 小车说 民警带他去见过这个人 住在隔壁单元 老人打开门口设备间的门 里面堆着一些纸箱 小区物业方面表示 会再次上门沟通看看 记者从杭州九宝派出所了解到 单元楼门口地面属于公共区域 老人这种行为不属于盗窃 老人自述把东西丢了 也不属于非法占有 他们之前查看过小区监控 没看到丢掉物品的相关画面 建议小车通过诉讼解决问题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